我擅長用數據跟大家分析不同的問題 今集會跟大家講一下樓市 到底是否大家要20年吃不住才能買到香港樓 當然不是 如果你在香港人工高過50%的人 你就收入中位數 大概是300多元 如果你只是在中位數收入 其實是代表你負擔能力 是負擔到甚麼單位呢 分析有點錯 但起碼你也要有數據 因為沒有數據的都叫吹噓 有數據 起碼有一個Foundation給人查理一下 如果你的分析也不是建基於數據 那頂了 就是個人意見你 不如去問麥寧寧 蘇文鋒 有甚麼分別